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最後英文幾讀 這個題目還真是講不完 Quiet Quitting我們已經真的好幾週以前講過了 那現在他又有一個進一步的變化 他說的是 Workers now stressing our colleagues with quiet constraint Quiet constraint 後面還有一個T結尾 小心一點 OK名詞的話 那什麼是Quiet constraint Constraint的意思是 把什麼東西給束縛住的感覺 所以很崩 OK很緊繃 就是constrained 那他實際的意思其實很像我們中文講的是 你記錄說你跟他學東西 你跟一個廚師學他的廚藝好了 那我們都知道很多這種廚師 他會藏一手 例如說番茄炒蛋什麼之類的 他會把最後一點點的畫龍點睛的步驟 然後就是不讓你看不交給你 或許你跟了他跟了兩年三年 他才 喔好啦 其實最重要的點是在這個東西 這樣子 然後你才知道 喔原來這樣才是番茄炒蛋最好吃的秘密 所以這種不跟你分享資訊 就是我們今天在講這個東西 就是Quiet constraint 所以他是Quiet Quitting的下一半 大概是 那這個東西對公司是很傷的 這邊再說 那我們就看裡面學到點什麼英文 尤其今天會講一個 算是 就是在 在鑑賞一下一個 分詞購句 因為我知道分詞購句對大家來說 有的時候還是不是那麼樣的掌握得好 好來吧 那我們先看一些 有趣的一個詞 就是又複習一下Quiet Quitting 就是你做的就是 你的工作要求 你的最低標的一個量 所以這裡說的是 the term refers to employees who do the bare minimum in their jobs 所以minimum 這個字你應該大概是知道 minimum就是最低的 那最高叫做maximum 那前面可以加一個形容詞叫做bear bear其實有光光的脫光的那個光 就什麼都沒有 bear 還有一個形容詞叫baron 就是什麼寸草不生的一個感覺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個字事實上 看起來有點像有沒有 baron bear 那真的全裸還有一個詞叫做bear naked ok bear naked 應該不是一個字對 或者分了兩個字這樣 所以這就是什麼都沒穿這樣子 bear 所以bear minimum這兩個字 常常走在一起 所以算是一個collocation把它學起來 nice 所以quiet quitting 就是你做bear minimum in your job 然後呢他們就是很努力的 很努力的讓自己不去做太多 so they refrain from putting in any extra effort and instead place their own interests above those of their employer yes 所以這個reframe就是自己去克制自己 自知 reframe 那通常是後面是可以加反身代名詞的 so they refrain themselves from putting in any extra effort 那只是這個反身代名詞常常省掉就是了 所以他們就是不做任何的額外的努力 那但是然後還同一時間 把他們自己的利益放在公司利益之上 so they instead place their own interests 這裡的interests大家就翻譯成是利益吧 那動詞是place they place their own interests above 放在誰的上面呢 above the interests of their employer 所以這個those呢就是interests的這個知識代名詞 好 好來吧我們再往下看看 我們特別要說的就是這一個 不過我應該再讀一下 就是他的definition上 好就我們講的藏一首不交給人家嘛 我們就看這一句先 so quiet constraint is a workplace trend we see emerging where many employees hold in valuable knowledge at work rather than sharing it with their colleagues 所以到這邊 所以他是一個workplace的一個trend 所以工作場合的一個這個潮流 那workplace我剛剛講工作場合 事實上我們在中文也可以非常方便的把它翻譯成直場 這樣子 所以workplace so workplace trend so this is a workplace trend that we see emerging 我們看到他逐漸的這個帽上來符上來emerge這個詞出現 那在這樣子一個潮流中很多的employee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潮流中我們用的就是where這一個連接詞 把接下來的這一個形容四字句或者你可以把它認為是負四字句我不介意 把它展示出來所以後面是注釋動詞 so where so in this trend so this is a trend where many employees 很多的員工們hold in hold in就是把什麼東西給藏匿起來 藏匿可能不是很正確的說法 藏私起來 hold in 假設你想忍住不哭 you're holding in your tear 所以hold in可以在這些地方使用 so they hold in valuable knowledge at work 所以很重要的很有價值的一些知識 有關於工作上的 或在工作場合裡 而不是分享給別人 rather than sharing it with their colleagues 所以這就我們剛剛講的嘛 老师 所以不見得是那種老师傅 就是你可能是同輩的同事 然後我發現到一個很不錯的knowledge 我就不分享給你 因為下面說的很囉嗦 就是現在的工作可能 就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工作小隊 但是大家有可能work from home 所以開會的時間 事實上見到面的時間不多啦 所以因此我不把資訊分享給你 然後instead我把這個東西hold in起來 然後讓我的performance可能做得比你好 所以在整個團隊打分數 或者我們individually被打分數的時候 when we have our performance appraisal I would beat you right in terms of our performance 所以我可能就表現得比你好 那因為我可能就多了你一點知識 所以他下面也是講到一個字就是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trend會sabotage就是公司的表現 所以sabotage這個字 雖然說我們等一下大家不會看它 可是也看一下sabotage 就是破壞 OK搞破壞的那種破壞這樣子 好那我們要看的這個重點 大概就是我想要說的這一個 一個不錯的一個 yes 這個分次勾句 所以我們先把這句話看完 OK這種句子可能不是很好懂 所以我們先把它看完 我先讀完給你聽 So coupled with the rise of distributed workfor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ybrid and remote work models long term this can very easily leave teams and individual employees disconnected from each other 這句話其實就結束了 OK 好那分次勾句 我們回 我們到這邊先看一下這個頁面上 我寫出來說前面這個部分 就是分詞的部分 那我們常強調 前面這一塊只是一個形容詞片語 它在修飾的是後面的主詞 所以要是你對分次勾句不懂的話 我們今天把它講的詳細一點點 再強調一下前面只是一個形容詞的片語 那後面這是它主詞動詞的完整的結構 那前面這個為什麼可以變成這樣子一個狀態 就是一個形容詞片語 那它其實是一個更複雜的結構 簡化出來的 所以我再用一個我很常用的一個句子 來展演一下到底怎麼可以這麼做 每次都是同一句 我自己都覺得好像會不會太無聊 所以常常看的觀眾可能會覺得 這個我已經看過三次了 或之類的 好啦讓我自己再想一想 現在只是想先把它講完再說 我自己在有閒下的時間我或許再想一個別的句子試試看 但我覺得這句子不錯啦 就假設今天有一個名字 有一個人叫David 那他很愛狗 他擁有五隻狗 不然我們把它換成貓好了 事實上沒有任何的改變 只是把狗換成貓 What the hell 那無所謂 David has five cats 他有五隻貓 那他就很開心 他覺得人生完美了 人生圓滿 擁有五隻貓 So David feels exhalerated OK 我們用一個比較fancy的這個動詞來試試看 exhalerated都拼不好 exhalerated Yeah OK There we go So David has five cats David feels exhalerated 他就是非常的狂喜 擁有五隻貓 那這個是國中程度的英文 因為他就是兩句話 那兩句主詞都還一樣 那下一步老師可能就可以跟你說 兩句都有David 我們來做一點簡化 省一點墨水 如果今天你要把它寫在紙上的話 你可以把後面這個David換成一個代名詞 所以這裡如果換成he 那一定是看得懂的 So David has five cats He feels exhalerated This is fine OK 這沒問題 所以這裡要不要用代名詞 隨便你 然後接下來還是國中的英文 程度上來說 就如果說你 這兩句話我們再做另外一點點文法上的小跟動 就是兩句話把它合在一起 那事實上這個句子走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就有很多人會卡住了 卡住的意思就是 你看不清楚他的文法重點在哪裡 然後你會以為這樣改是沒問題 我在說什麼 所以我把這兩句重新就copy paste了兩次 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螢幕上是三句一模一樣的樣貌的句子 我們來做簡化 我就問你 如果說今天把第一句話的句點改成逗點 所以後面的he要變小寫 David代人不能變小寫 這樣OK嗎 從跟第一句做比較 如果你是用聽的 對不起你會聽不出來 因為兩句的差別就只是一個是句點結尾 一個是逗點在中間這樣子 好所以再讀一次給你聽 第一句是 David has five cats David feels exhilarated 好兩句都句點 那下一個句則是 David has five cats David feels exhilarated 所以一樣 兩句都相同的 直中間是用逗點隔開 而樓上是句點隔開 那有沒有哪個是對的 第一句是對的 上面這個是對的 第一行 那下面這句錯在哪裡 錯在用逗點隔開 所以一個觀念很重要 逗點隔開是不能接 兩句話連接在一起的 因為這兩句都是 完整又獨立的句子 完整又獨立的句子 they have to stand on their own 他們必須要獨立的存在 那你用逗點隔開 就表示他們並不是獨立的存在了 所以這個觀念 in essence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把第三句也一樣用逗點隔開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讓它文法上是OK的 也就是加一個連接詞 所以如果我這邊就即便只加一個and 或者我大概用所以可能也是OK的 所以如果用so大概也是說得通的 所以David擁有五隻貓 那所以他就覺得很爽 因為他很愛貓 所以這裡有 因為所以的這個連結是可以說得上來的 所以again我這裡再念一次 so David has five cats and David feels accelerated fine David has five cats so he feels accelerated OK的 目前聽懂 所以走到這邊這三句全部都是國中程度的英文 其實也就是連接是連接兩句話的一個概念 那你要像往分子構句的發展去方向發展的話 其實我們就我們就不是用這個邏輯下去 下去倒這兩個句子的連接 你如果要繼續往下用分子構句的方式來發展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我們的這個想法 我們想要對什麼句子動腦筋 打他的主意 不是後面那一句 因為我們剛剛是後面那個句子加一個連接是連接兩句 現在我們是要把前面這個句子做一些省略 因為兩個句子主詞一樣 所以我們省略的這個方向是前面而不是後面 那怎麼省略呢 就把前面這個句子的主詞先丟掉不要了 所以我們就把David丟了 那你把has大寫先放成這樣子 這樣子OK了嗎 這樣不行 因為前面這個句子 只是用一個動詞開頭的句子 那這是不OK的 唯一一個可能動詞開頭 就句子如果可以動詞開頭 唯一的合法的可能就是如果它是歧視句 你在對著你的觀眾說你就做這件事情吧 所以你媽媽對你說 take all the garbage 那OK eat this food OK的 但這就是 可是這個叫做你叫你的聽者去做事情 所以你這邊就有說 has five cats 這個no doesn't make sense 如果你媽媽跟你說養五隻貓 keep five cats 這聽起來蠻奇怪的對不對 好所以總之它沒有這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句子用主詞用動詞開頭是不OK的 擁有五隻貓 那我們下一句要做的 下一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擁有五隻貓 把它變成形容詞片語 OK 我們在上一次有講過 那這次當然還是要小小複習一下下 就是當一個動詞變成分詞的時候 它就不可能再是動詞了 好我剛講這句話有非常重要的一個資訊在裡面 所以我再講一次 當一個動詞變成分詞的時候 它就絕對不會是動詞了 它就變分詞了 而分詞其實就是形容詞 所以動詞的變化 如果它變成了 我不能打這個 sign 因為在我們description box裡面 有那個箭頭是不OK的 對不起那就不要吧 所以當一個動詞變成了 vrng或者變成vpp的時候 它就變成了形容詞 OK就變成形容詞 那你說這個東西有什麼意義嗎 有 所以這邊的剛的has5cat 是一個動詞的結構 我們如果把它變成形容詞的結構的話 它就可以被按在後面那個主詞上面 我們對這個文法 對這個句子的理解就整個提升了 OK我們就會覺得 Yeah this is good 因為你前面已經不是動詞了 那我們回到剛剛這個句子的開頭 就 david has 5 cats 這句話是一個主動的句子 因為david擁有5隻貓 是一個主動的行為 所以說我們把has5 cats 把這個has把它變成一個 ing 因為vng是主動的 vpp是被動的 所以這裡就變成了 having5 cats 擁有這5隻貓 不能句點 因為這不是句子 所以我們這裡變成是剛剛的這一種合併方式 加一個逗點 我們剛剛加完逗點之後 我們說合法的話要加個連接詞對不對 and David feels exhilarated 這樣可以嗎 答案是這樣還是不行 因為這個and反而變多了 我們剛剛說and這個連接詞 它連接的是兩個完整獨立的句子 而你這裡沒有兩個完整獨立的句子 你把前面那個句子的頭都砍掉了 他的頭原本是david 是他的主詞 所以前面這一串東西根本不是句子 所以你不能用連接詞做連接 所以你要把and丟掉 我這裡先提一個單數 我們今天可能沒有把時間把這個單數講完 就是如果說今天這個連接詞是有意思的時候 尤其是放在前面的時候 它可以留著 像例如說 although 或者if也可以 所以有一些exception在裡面 例外在裡面 但and這個連接詞沒有任何額外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丟掉 這句話就搞定了 Having five cats David feels exhilarated 所以擁有著五隻貓 David覺得狂喜很爽這樣子 所以這個having就變成是擁有著 它是一個形容詞 它修飾的是後面這個句子的主詞 這就叫做分詞勾句 那我們講完這個主動的 有沒有可能是被動的 當然有 好當然有 例如說你的校隊出去比賽 結果打輸了 所以他們被打敗了 因此他們回到這個學校的路上 或者到校門口進了學校的時候 全校同學看著他們被打敗 這個落敗這個上架之拳回到學校 然後他們每個人頭都滴滴的 因為打輸了這個arch rival之類的 so the team is defeated 他們被打敗了 so the team looks sad 好白癡的兩句話 但你可以看到跟剛剛那個David的句子 有共同處就是他的主詞 是一樣的 前後都是the team 那被打敗了is defeated 希望你看得出來這是一個被動的句子 他們被打敗B動詞加PP 那這個團隊看起來很悲傷 the team looks sad 所以我們把它做合併 如果 again如果說今天是國中程度的英文 可能就逗點 然後and 然後the team 這樣沒問題 你可以把the team換成they so the team is defeated and they look sad 你可能會想說怎麼變複數的 我們覺得隊員是複數的嗎 好這個大概不是重點 所以這個是國中程度的句子合併 但是如果你要從分詐過去的角度來試試看的話 你就可以把前面這個the team丟掉不要 the team不見了 那我們剛剛中間是改成豆點格開 好豆點格開 後面的the team就變小寫 那前面的the team不見了沒關係 因為後面的the team還是在 所以這是分詐過去的一個意義 就是你還是保留了主詞 只是保留在後面那一句 而不是在前面這一句 所以前面就變成defeated就好了 那有的老師會說這個is 如果可以把它變成being 那意思是一樣的 我有點不同意 因為being defeated 聽起來是像正在被打敗 那他們已經被打敗了 所以這個beam丟掉是完全沒問題的 defeated給它變大寫 so defeated the team looks sad 這句話 ok 前面這個defeated 是一個被動的形容詞 修飾的是後面這句話的主詞 就是the team 好 所以我們算是花了幾分鐘把它講解完了之後 我們回來看看剛剛的那一句 就是這個coupled with the rise of distributed workfor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ybrid and remote work remote work models long term 好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這個coupled with coupled就是把什麼東西給兩個東西放在一起 這樣子 ok組在一起 所以今天這個trend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quiet constraint 這個trend 這個trend跟另外這個東西合併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可以變得怎樣怎樣怎樣 這句話的essence就是這樣 so前面的coupled with 就是剛剛的這個trend 跟後面這個東西 被併在一起了 所以它才是被動的coupled 所以你可以想像前面的本來的主詞是 this trend 或者就是quiet constraint is coupled with the rise of 這樣加下去 right 所以這個is coupled 那個is的b動詞就不見了 然後這個quiet constraint 這個主詞也不見了 而且後面它還把它換成this 就是代名詞這樣子 希望都有聽懂 所以這個trend coupled with 跟什麼東西併在一起 那併在一起後面的sauce就是 第一個 the rise of distributed workforces 這邊可能就變成是 文字上的理解可能會有點困難 所以什麼什麼的崛起 這個distributed workforces distributed的意思是分配的分配的 那work force你知道就是 甚至我們可以講叫做人力市場 或之類的 勞動人口這樣子 所以就是勞動方面的這個分工 所以distributed workforces的崛起 勞動分工的崛起 以及後面這個東西的建立 the establishment of 什麼的建立呢 hybrid就是混合的 remote work model long term 所以長期來說是這種遠距離工作的 這個東西的一個 的這個 混合體的建立 所以這個東西的建立 那 所以這邊有兩個東西 然後再跟這一個quiet constraint 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看這個多複雜這樣 所以這個呢 會是一個 就很容易讓公司裡的團隊 以及獨立的這些員工的個體 so this can very easily leave teams and individual employees disconnected from each other 所以這些就讓大家 就覺得跟大家 跟彼此之間都斷掉了一樣 所以我剛前面說的 每個人都work from home 所以我跟你之間就沒有太多的 這個 camaraderie這樣子 沒有很多革命情感之類的 所以我找到了一些新知識 我也不想分享給你啊 對不對 ok 以及剛前面講這個分工 所以現在分工分得很清楚 分得清楚 我知道了一些事情 我甚至也不覺得我一定要告訴你 因為說不定你也聽不懂 對不對 ok 好 所以前面這邊分詞勾句講的蠻長的 其實還有 還講的不是非常完整 因為還有像是這種獨立分詞勾句 有可能前面的形容詞 並不一定要去修飾後面的主詞動詞的 這樣子 主詞的 可能時間的關係 我們有機會再說好了這樣 希望今天聽到這邊 對大家說價錢是有幫助的 對你的英文是有幫助的 我們講到這裡大家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這個概念沒有時候多困難 簡單說就是我藏著一首 有資訊不分享給你 so that's it actually pretty plain and simple 好那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